成长故事 讲文明有礼貌 今天 米卡妈妈带着米卡和莉莉到乐乐小镇游乐园去玩 哇 旋转木马 快快 我真喜欢旋转木马了 好多人呢 米卡 莉莉 过来过来 我们一起玩旋转木马吧 好的 杨杨 不过我们要在后面排队 我们要先排队 米卡和莉莉真懂事 都是排队守秩序的好孩子 玩了旋转木马后 小伙伴们来到木偶剧场 我们去看木偶剧吧 欢迎光临木偶剧场 精彩的表演很快就要开始了 今天会演什么呢 哦 我看到城堡了 在哪呢 我也看到了 孩子们 木偶剧就要开始了 当我们在看表演的时候 不能够大声讲话 要不然会影响到别人的 哦 知道了 看完木偶表演 三个小伙伴在游乐园里 又遇到了一位小丑叔叔 啊 妈妈你看 嘿 小朋友 叔叔可以把气球变成各种形状 很好玩哦 我要小鸭子 我要小狗 小丑叔叔 请给我做一个蝴蝶好吗 好的 没问题 哇 好漂亮的蝴蝶呀 莉莉真的很有礼貌 她刚才说了一个神奇的词 请 我相信啊 小丑叔叔听了以后 一定特别开心呢 嗯 我们知道了 对别人说话要有礼貌 小丑叔叔 请给我一只小鸭子 小丑叔叔 请给我做个小狗 嗯 好的 谢谢小丑叔叔 嘿嘿嘿 别客气 米卡和杨杨真棒 你们刚才也说了一个神奇的词 谢谢 太棒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公公唱和江文明 人多时候来排队 看表演要安静 不吵不闹听得起 小丑叔叔叔 小丑叔叔 请给我做一个蝴蝶好吗 好的 没问题 文明勇郁真神奇 对人说话又礼貌 请 谢谢 不客气 大家听了 喜欢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